光是這個假手針 跟昨天那個葉狀師 我就覺得韓國瑜你在搞什麼呢 你怎麼連署的這種小知小節 你過去你是何等的氣部 你是大開大合的人 所以我看到韓國瑜最近 這半年來面對罷韓的表現 我其實真的是很失望 過去我在議會 我居於職責 我跟他針鋒相對 可是至少我還有肯定你 韓國瑜的地方就是說 韓國瑜你是條漢子嗎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看著他現在這樣子 我不聲唏嘘 第一點 我認為韓國瑜 他的整個過程 整個崛起 我認為韓國瑜是中了政治樂透 他中了政治樂透 他成了政治爆發戶 不過我們大家如果去檢視 其實國內外各種樂透 其實中樂透的人 絕大多數都 這個都是破產收產 那所以我大概看到韓國瑜怎麼 他是走上這樣子的路程 那韓國瑜過去 他人生的不順遂 人生魯蛇 但是他是政治勝利主 好啦 你中了樂透 你照說 你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來為高雄市做事情 那我認為他現在應該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說他應該坦然面對 因為高雄市長也罷 過去你在市政府的官職也罷 這都是人民給你的嘛 人民給我們的 你要面對的態度就是說 好人民你有權利收回 要收回隨時你們決定 但是我就把握你給我這個頭銜 這個名位的這個位置的每一天 我好好的為你們來做事 也就是說男子和大丈夫 提了起放得下 我被你罷免 我被你人民收回任何的職位頭銜 都是應當的 我什麼都可以被你收回 可是我的人格 我的尊嚴 我不願意 我勇敢面對 應該這樣子才對啊 是不是這樣 這才是一條漢子嘛 所以他昨天的錯 錯在兩點 第一點 你們議會的同黨的豬隊友們 竟然把你們設計了說 那研議 拜託全國的議員 我們台北市議會 下禮拜就開議了 面對疫情 有很多技術上可以處理的嘛 會議是不必那麼多人 各局處官員怎麼樣 截免會議開會的細節 技術很容易去檢討改進的嘛 那你要面對議會的質詢 你面對議會就是面對高雄市民啊 不是這樣子嗎 你什麼都可以閃躲 你怎麼可以閃躲對議會的質詢 這一點 你未戰 確戰 這本身就是心虛了嘛 第二點就是說 你想說請這個葉壯師 他說走這個法律行政程序 去高等行政法院去提訴訟 你認為說 這個六七年前啊 王金平啊 那個事情 那時候那個 馬英九都王金平 那人家王金平 他去行假處分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一氣之間被馬英九的一張狀子來把我的立委取消 我院長就沒了 這是不可恢復的損失嘛 但是你韓國瑜這個不一樣啊 你這不是不可恢復 你這只是人民去行使罷免權 決定的還是高雄市民 所以我認為這完全截然不同的 不是不可恢復的 而是把決定權交給高雄市民 那本來這個事情高雄市民選你當高雄市長 高雄市民很多人覺得說 他好像上當了 覺得投給你啊 你怎麼又去選總統 所以高雄市民是受害人 受害人才有原諒的權利